是 好 这个余将军清楚说明 这个中共包括他们的解放军 一贯就是他们的优良传统 就是谎话连篇 包括释出的影片照片 有这个相当高的比例 都是假的 那现在中共KIPP 又宣布新的制裁对象 包括我们的绿营政治人物 包括肖美琴 顾立雄 蔡其昌 柯建民 林非凡 陈娇华 还有王定宇 要请到瑞德哥了 这个中共这一波 最新的所谓的制裁名单 到底用意何在 是对他们对内才有交代吗 以及说用意何在 我个人倒是认为标准何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已经有第一波的 然后第一波是以中央级的 这些官员有些为主 然后现在第二波等等 以这个我们驻美 驻美代表肖美琴 当然是最恨 然后国安会民主党 顾立雄也是 不过你是帮这些人在助选吗 包括蔡其昌 你是帮她做个助选吗 然后也包括时代力量的 这个主席 陈娇华 王定宇 这些人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 如果要列 如果要列所谓的 台派 台湾独立 独派的相关人士的话 我讲坦白的 这些人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在整个台派的 名单里面 前面还有一大堆的 这个等时候前辈在那里了 很多啊 列不完啊 你为什么不列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她的这个 相关的标准是何在 不过她就是要恫吓 为什么 因为她把它列为 所谓的台独名单了以后呢 影响的其实不是她个人 影响的是她家族 影响是他们 他们当然不能进去 中国啦 香港啦 澳门啦 谁要去啊 对 我就坦白 以前香港还有一些地方 可以去吃吃小吃 现在的香港变成什么呢 变成什么人间烈狱了 连一点 连讲话的这个 基本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嘛 所以呢 影响的不是她而已 影响是她的家族 她的家人 以后也不能去哦 然后包括相关的金钱啊 还有做生意啦 万一他们家族里面有人是台商 万一他们里面有人支持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这些人 那不是倒霉了吗 对不对 她的目的在于恫吓 用这种方式去恫吓 不然你干脆一次公布一千个算了啦 你公布太少了嘛 所以她其实只是把她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 这个大内宣的一个东西这样而已啦 没有任何意义啦 可能对内也比较有的交代啦 但是他们要有动作嘛 但是相反的会让这些人有的光芒啊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在世界各地 这个是桂冠 这个是这个莫大的荣耀啊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一大堆人都莫大的荣耀 要是我的话 我立刻烧香过我爸妈讲说 儿子终于绕脸啦 你知道吗 终于为光耀门楣 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单 上次被列入那个什么 什么几大扣的时候 我就已经烧香过一次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是中共的一贯的一个伎俩 那刚刚于将军所拿出来那几张照片 对不对 从这次他们飞战试射的时候呢 飞战射过来 然后再加上那个军舰过来的时候 我问你 如果真有本事的话 何必批图 我想坦白的 那么歼20是 一直强调说歼20这次 他也有过来 不用讲那么多了 你直接公布一张 从歼20飞到台北上空 飞过这个中央山脉 然后呢 再出去 如路无人之境 台湾都不知道 台湾的雷达 台湾的轮式被动雷达车 号称是歼20克星 都抓不到你 台湾的飞战都没办法锁定你 你歼20就是来台湾 如路无人之境这样公布嘛 你有本事 你一再公布这些批图干什么 你飞上空可以看到澎湖啊 然后他只是要行说一点 就是说我飞上空可以看到玉山 我快很接近你了 你给我小心一点哦 事实上 如果你在空中 视觉非常 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你从台湾的F16飞出去没多久 你其实又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了 我讲坦白就是这样了 但那没有意义嘛 但是中共就用这个东西作为宣传 可是重点来了 那他为什么要一再批图 其实早在这个去年还前年 我记得有一次 也是要下台湾 他就公布一个引带是 十几枚飞弹一起发射 就搞了半天 也是过去的旧的资料带啊 旧带子嘛 还被人家找出来 改影片啊 为什么 因为刚好在几年前我讲过这一段 所以我一看说 哎呦好熟 我讲过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中共事实上 他如果 为什么我说他是紫老虎 他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本事 这个本领的话 他就不应该批图造假 他现在还在批图造假 所以你要看得出来 从上到下 我昨天想起了俄罗斯的这次的战争 不是很多贪污很严重吗 我想起了中共的贪污 可能也是那么严重 所以呢 大家都在造假 造假了以后呢 好应付上级啊 因为其实一直造假的结果 其实是把这个解放军的信用 完全是踩在脚底下 不仅是台湾 包括国际社会 都会看破这个解放军的手脚 但是我们看到呢 面对美国的 这些这个民意代表 这些参众议员 不断的访问台湾 中共的国防部发言人 他就说了 东部战区在台湾岛的周边演练 是对美台勾连挑衅的 坚决回击跟严正的震慑 范老师 中共还有什么招吗 解放军还能够使出什么 在使出这种假影片假照片 恐怕也是让国际社会耻笑 解放军是从中国里面 各个地方最封闭的单位 所以说你看 所有的新闻都是报喜不报忧 解放军也是中国 贪腐最严重的单位 除了我们看之前的郭伯雄 徐才厚两个中央军委会 副主席被抓之后 你看过什么样的将军 或者什么样的军官被逮捕吗 被抓吗 被法办吗 没有啊 难道没有贪污吗 才怪 解放军贪污是明码标价的 升校级军官多少钱 升少将多少钱 所以中国的军方是贪污最严重 可是媒体报导是最少的 那为什么 他是黑箱吗 所以他军方是你 这个所谓的供检法系统是 真差不透水泼不进 最封闭的地方 所以说也因为这样 他就营造了一个可以造假的环境 没有人敢说真话 只要我中央发了影片 中央军委发了影片 反正就是中央是只能播吗 你能够反对吗 你能够不播吗 不行吗 所以就引发这种造假的文化 非常的称行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军队什么时候跟你阅兵过 美国虽然不阅兵的 但他的战力最强 他从二战以后 他都有非常多的实战经验 什么打伊拉克 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他不需要靠阅兵 什么踢正步 什么方列编队 这个装甲车 插个亮亮晶晶的 然后这个 在天安门广场 这边开得很整齐 没有 你看美军 他们那个装甲车 就是一大堆灰尘 为什么 我是打仗用的 我不是宣传用的 我不是表演用的吗 不是那种营造假象用的 对嘛 全世界谁都爱阅兵 一个就是俄罗斯 一个就是北韩 再爱就是中国 但是他们真的有战力吗 光是乌克兰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 打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还在僵持不下 同样 你在这个红厂 阅兵也是在军容壮盛 所以我觉得这些 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共产国家 靠阅兵 只是满足内部人民的需求 你看我们军容壮盛 所以真正也有战力的部队 他不需要靠这些 你看当初 这个川普说要阅兵 结果被民众骂得要死 军方甚至不愿意配合 所以就表示说 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就是价值多元 他不用靠这个阅兵 来帮自己壮胆 所以我觉得今天 这个中国发言人吴谦 他又要说 要在东部战区进行军援 是因为这个马基 他又率领了这个外交委员会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来台湾访问 你看现在美国这种军机 蓝底 然后那个飞机 上面是白色 下面是蓝底 行政转机 美国军方的 现在来台湾 好像随便都来 刚刚才来 佩洛西也来 后面有个 那个飞机后面 有个好大的美国国旗 本来台湾人都一直拍 现在也不拍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中国没办法 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但是我就讲 现在的国民党的副主席 夏立言 正是你可以在中国 发挥你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大胆地公开说 你现在被隔离 可是你有脸书吧 你有直播吧 你说我在此在厦门 我公开呼吁中共停止军演 你敢不敢 没有 一句话都不敢讲 我怕他回不来 他会不会回不来 我是担心他回不来 他可能直接送 送秦城监狱 或者送新疆代赛教育营 而且我觉得他 他现在是被隔离 他的房间 一定有一个厚厚的 一个习近平的统一白皮书 你在这个解割之前 要给我好好念 到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念 你没有背起来 抱歉继续隔离 所以我看他可能每天 买手在那个习近平 那个一万多字的 这个统一的白皮书里面 所以我必须想今天 夏立言你到中国去 只要中国竟然还在台湾 在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 你作为国民党的副主席 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在野党 你竟然闷不出声 你还要说你要去捍卫台湾的 捍卫台湾协助台商 那请问谁相信呢 夏立言你当过什么 你当过我们国防部的军政副部长 当解放军在我们的旁边 在那边飞行的时候 是增加我们国军的负担 你是他们以前的长官 你好歹说一句话好不好 你当过陆委会主委 你当过这个 我们的外交部的次长 这么多的位置 台湾一个官员 一般的事 他不是政务官 是事务官 一个事务官 经过外交特务很及格的 能够经历外交国防 两岸三个重要位置的人 就夏立言一个 这个这三个工作是谁负责管的 是总统职权 你的职权只庆了一个总统 结果你现在到中国去 你什么都不敢讲 所以我就讲 真的是让 国民党 你真的是亲中 但是你真的是保台吗 大家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今天如果朱一伦说 期待夏立言回来 我们中国两三样农产品 本来不是限制吗 说开放了 开放了 都是夏立言的功劳 那我只能说第一个 那表示中国当时说 我们农产品的问题 都是假的嘛 那根本是 就是拿政治理由嘛 请问你当初质疑的问题 现在难道都解决了吗 我们的凤梨的问题 难道现在都解决了吗 还是因为夏立言去了 表示你们当初这些限制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第二个 就只是拿这个东西 来让夏立言 还是有礼物可以拿回去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未来我们是不是市场更要分散 因为完全是 不是按照真正的 食品安全的问题 来做 来做这个限制 而是用政治的角度 所以我们的农民更要看新事实 更要分散市场 好 再来关心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 乌军大反攻了吗 俄军从乌南撤退 那现在就说 因为乌军把那个三座桥梁给炸断 然后传出呢 俄国的指挥官竟然落跑 丢包两万大军 来宽哥最新情况 先来谈目前的战场 分成整个乌东跟乌南 那目前乌东的 乌克兰比较辛苦 但乌克兰这一块呢 双方是互相拔来拔去的 那目前最大的一个关键在哪边呢 在聂伯河 就在整个乌克兰当中 聂伯河流过来 所以东边跟西边 双方那个所谓的势力范围 就非常的重要 结果这次呢 先来谈第一件事情 乌军这次是炸山桥 而且这山桥呢 先跟各位说 几乎都是非常准确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